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在介绍的时候只是介绍一些CEI加在C的基础之上进行扩充的东西 CEI加兼容C的一些东西我们只是简单的提一下 而不会专门的开课去介绍 那么下面让我们来通过一个例子来正式进入今天的学习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VS2010的集成开发环境 在下一节我们会介绍如何使用这个集成开发环境 创建工程 构建程序 调试等等 那这一节大家看我的操作就可以了 这代码比较简单 它只有一个闷函数 然后在闷函数之内呢 输出了一个Hello World的这个字符串 大家在学习C的时候 应该也第一个程序 应该也是输出Hello World的这个字符串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Hello World 比较简单 那么按任意键结束 那么呢 下面呢 我们来正式看一下这个程序的一个结构 我们知道C语言的语言文件呢 是1.c结尾的 但C语言是1.cdp结尾的 第一行程序呢 是以两个斜杠开始 两个斜杠呢 在C语言中表示单行注释 C语言中呢 有两种注释的方式 一种是这种单行的注释 它只会对这一行起作用 另一种方式呢 就是C的那种多行的注释 类似于这种结构 多行也是可以的 这样的方式呢 都可以 看你的喜好了 那么第二行呢 是以锦号开始的 我们知道 以锦号开始的语句呢 被称为预处理指令 在编译之前 预处理器会首先执行预处理指令 上面的include这个指令呢 就是表示 把lstream这个投文件中的所有内容 都提取到当前的文件中 lstream呢 就是输入输入流的投文件 它内部声明了Cout 如果后来我到屏幕上 就通过Cout来实现的 那么如果没有包含这个投文件的话 我们就没法使用它 那C语言中的include呢 我们一般会写 包含点译区 但是C加中呢 点译区可以省略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mon函数 mon函数呢 是C加加和C语言程序的入口点 它是程序执行的第一个函数 它呢 具有int类型的返回值 同时呢 还有两个参数 这两个参数也是可以省略的 下一句代码呢 就是表示将Hello World输入到那个控制台程序 通过定义在lstream.h里面的Cout来实现的 Cout呢 表示输出流 C加加中引入了流的概念 经书输出 后面我们会介绍 在CEL之前呢 有一个STD STD呢 表示名字空间 STD呢 被称为名字空间 它用来处理不同代码段之间的名字冲突问题 我们在多人开发一个软件的时候呢 经常会出现 每个人定义的名字冲突问题 引入了名字空间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空间 in.l 呢 也是定义的STD这个名字空间中的 它表示呢 回车换航 回车换航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 在字路上里面加入-n 来实现 效果是一样的 除了代码比较简单 我们就介绍到这 我们会按顺序介绍 C加加在C言之上的一些扩充的一些试点 下面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变量 变量呢 就说在程序运行过程中 只可以改变能量 称它为变量 变量的命名方式呢 就是以字母和下滑线开始的 字母数字下滑线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C言中呢 我们定义变量的方式呢 一般都是在函数的初始位置进行定义 但是在C言中呢 没有这个限制 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声明 比如在你真正需要使用它的地方 进行声明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定义一个函数 C言中呢 我们一般在上面定义了很多个变量 然后在后面的话 我们真正去使用它的时候呢 我们再把它拿过来用 但是在C加中呢 我们可以在代码中 在使用的前一刻进行变量的声明 然后变量进行使用 这句话呢 就是将A输入到屏幕中 大家要记得在使用变量之前呢 一定要记得这个变量已经初始化了 或者已经是正确的值了 如果这里你没有给它复一个值的话 那这时候输出的值呢 就是一个随机的值 接下来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C加中的运算符 C加中的运算符呢 包括算数运算符 比如加 减 乘 除 逻辑运算符 与 或 取返 以及条件运算符 大于 小于 等于 等等 除此之外呢 C加也引用了一个特殊的三元运算符 为什么称为三元运算符呢 因为它具有三个算数 它是由问号和冒号组成的 我们来看一下是这种形式的 它是这种形式 使用方法呢 就是如果A为初的话 那么就执行B 否则就执行C 如果ifL字表示的话 ifA 这种形式 它可以在任何地方去使用 可以代替if else 在一些地方 比if else要简单很多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去使用它 我们来定一个变量A 把它复制为0 然后呢 在下面我们会判断一下 A A 是否是为0 如果为0的话呢 我们输出A等于0 这句话 那否则呢 我们就输出 A 不等于0 因为我们前面给复制为0 那么我们可以 可以猜测 那肯定输出的是A等于0 这句话 我们到底是不是呢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A等于0 跟我们的期望是一样的 关于循环呢 因为C加和CN 都只包含 for循环 well循环 和do well 这三种形式的循环 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 在这里就不介绍了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数组 CN呢 提供一种C风格的一种 输出组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去使用 我们定义一个 就10个元素的 一个anti类型的数组 然后我们 它进行初始化 这样呢 我们是对前4个元素 进行初始化 那么后面的6个呢 默认值都是0 CN提供这种C风格形式的 这种这种数组呢 是类型不安全的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经常会由于 这个 下标的越界 使用的问题 有可能会导致一些 比较严重的情况 那CNC加呢 也提供了一种 定义数组的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定义 我们也定义一个 anti类型的一个 一个数组 我们看到 这就是CNC加定义一个 anti类型的数组的方式 它被称为vector 翻成中文呢 是向量的意思 它也是定义在 std这个名字空间中的 大家在使用vector的时候呢 一定要包含vector的头文件 这里呢 我们来包含一下 如果不定义的话呢 也是没办法使用的 vector是定义在标准模板酷 stl中的 标准模板酷呢 我们后面也会介绍 现在呢 c就是一个anti类型的 c加分格的一个数组 但是呢 它现在是空的 里面是没有任何的元素的 那么我们怎么给它添加元素呢 就是要定义它的pushback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使用 pushback呢 表示啊 往这个数组里面添加一个元素 我们现在比如说 随便添加一个数 这样的话呢 执行成功之后 10啊 就会被放在数组里面了 我们再添加一个 我们接着添加几个 这样呢 添到现在呢 c里面已经包含三个元素了 那么我们怎么去访问它呢 我们可以使用 c里面这种下标的形式 可以访问 访问它 比如说我们访问 c0 我们给它复给一个 d等于c0 anti e等于c1 f等于c2 我们都分别输出 d啊 我们输出d 我们输出一下它们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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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10 40 33 因为我们的这个a等于0 这一句话没有加一个 没有加上一个换行 所以说它跟a等于0输在一起了 啊 d的值呢 就是c0 是10 啊 e的值呢 是c1 是40 f的值呢 是c2 33 跟我们的paster是一样的 但是呢 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数组的一个长度呢 啊 这也必须通过调用 这个vector的一个方法 size 这个方法 啊 我们这里也把size给输出一下 我们知道 现在我们已经我在里面增加了三个元素 那么它的值应该是3 那么到底是不是3呢 我们来验证一下 3 如果我们想便利这个输出的元素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采用下面的方法 比如我们想便利输出 它里面的元素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10 40 33 关于vector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儿 大家只需要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就好了 后面呢 我们会专门的介绍 下面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字符串 字符串呢 在C以言啊 有一个C风格的字符串 类似于这样的形式 我们来看一下 或者是这样的形式 在CIR中呢 也提供了一种替换的方式 它被称为strin 它也是定义在std这个命名空间中 在使用strin之前呢 也需要包含strin的头文件 strin呢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给strin复制呢 可以通过直接使用复制的符号 随便写一个 那么如果我们想连接两个字符串的话呢 我们使用C元的话 一般都使用strcat 这个函数 还用来连接两个字符串 但是呢使用strin的话呢 我们只需要这样 使用加等于 这样的就可以了 另外呢 在我们在进行字符串比较的话呢 一般都会都会使用C C元提供的一个strcmp这个函数 在使用strin呢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标准的 比较运算符 这样就好了 所以说strin呢 使用起来是比较直观的 更符合我们 对这个基本变量的一个使用方式 也建议大家去使用 我们之所以这么早就给大家介绍 Vector和strin呢 就是想大家在以后的使用中 能够尽早的使用它们 去替代 C元分隔的字符串呀 数组啊等等 因为它们是比较方便 而且同时 是比较安全的 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函数 函数 我们都知道 在使用函数之前呢 应该先声明 函数的声明呢 被称为函数圆形 它表示呢函数的电用约定 包括参数个数啊 类型啊 范围值啊 以及由谁去平衡对战等等 关于函数呢 我们首先介绍一下函数重载 函数重载呢 是C++引入的一个新的特性 什么是函数重载呢 就是说 多个函数啊 具有相同的函数名 这些函数只是 参数个数和类型不同 我们来看一下代码 我们来定义两个函数 这两个函数呢 是用来比较两个变量 返回它们的最大值 我们再定义一个 这个第二个函数的名字也叫 max 但是它的参数呢 是double类型 世界家呢允许啊 这种形式的 函数重载 这个时候呢 他们只是参数的类型 是不一样的 具体在调用的时候呢 编译器会根据 你所传的参数的类型 决定去调用哪个函数 比如说 如果说你传入 20 45 这个时候因为他们都是int 类型的 所以编译器在编译的时候呢 会选择第一个 调用第一个函数 如果说你传入的参数 是两个double类型的 比如说30.39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就会选择 编译器就会选择 调用第二个函数 来执行 这就叫函数重载 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内联函数 我们知道函数调用 尤其是频繁的函数调用 是有一定代价的 因为它伴随着参数的传递啊 出战入战对战平衡等等 为了避免这种代价呢 我们可以在声明函数的时候 将干函数声明为内联函数 这个时候呢 编译器会将这个内联函数展开 然后嵌入到 调用函数的地方 这样就避免了 这种函数调用的这种代价 选方法为函数 声明之前加个inline 我们来看一下 这种方式 inline inline也是接下赢的一个关键字 比如说我们随便定一个函数吧 funk1 比如这个函数 当我们在 它声明之前加个inline呢 就告诉编译器 要把这个函数 调用的时候进行展开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调用funk1 这个时候编译器会把调用的操作 直接变成了 嵌入代码的这种形式 类似于这种形式 这样就没有了函数调用 使用内联函数呢 可以节省运行时间 但是呢 它有一个缺点 它会使你的应用程序的体积的增大 一般呢 只是将比较短 但是呢 调用比较频繁的函数 声明为内联的函数 即使你声明为内联的话呢 究竟是不是将它展开呢 这个是由编译器来决定的 我们是没办法控制的 编译器会根据一定的算法来决定 是不是展开 CI加中的内存分为两部分 堆和站 局部变量 函数参数等 都是从站中分配的 站的特性是先入后出 后入先出 大家学过C元 对函数的调用原理也比较清楚 函数调用就是通过站来实现的 下面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比如说A跟B这个函数 首先呢 首先A呢 会将函数B的需要的参数入站 接着呢 会押入A中的返回地址 然后在站中分配局部变量 给函数使用 在函数执行完毕 会从站中 函数返回地址 返回到A中 此时呢 分配给B的站空间被回收 B中的局部变量 站有的空间被释放 以上呢 就是对站的回顾 这都是在C元中 就已经讲过的 如果大家有不熟悉的话呢 那么现在应该找一本C元的书 然后回顾一下 下面呢 我们来教一下堆 我们知道 内存是由操作系统来管理的 应用程序呢 可以向操作系统申请 但是 应用程序向操作系统申请 内存的代价是很大的 需要考虑多线程的一些东西 所以代价是很大 这个时候呢 就引入了堆 我们可以把堆 比喻成 从操作系统批发内存的零售商 它一次性 从操作系统批发了一大块的内存 然后零售给应用程序使用 因为没有频繁的这种 从操作系统分配空间 所以说 代价相对比较小 堆呢 一般随着应用程序的启动而分配 随着应用程序的 退出而销毁 因此呢 在应用程序的整个运行期间 堆都是可以使用的 在C眼中呢 我们一般使用 mylock realloc 同对中分配空间 使用free来释放 下面让我们通过代码来看一下 首先呢 让我们使用mylock 分配一个能保存100个 int类型变量的一段buffer 首先呢 计算一下每个int的长度 分配100个 分配完之后呢 我们一定要检查一下 有没有分配成功 因为有时候可能会分配失败的 一般分配失败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会return掉 在我们使用完之后呢 一定要记得使用free去释放掉 释放之后 p指向的这段空间 已经是无效的了 那这个时候呢 p就不应该再指向它了 为了防止我们误用呢 我们这时候把p 制为空指针 如果不制为空的话 p就被称为野指针 野指针呢 有可能会导致这些问题 下面呢我们来通过new ci加的方法 来分配一个 同样大小的空间 在ci加中呢 使用new 操作符 来进行 空间的分配 new呢 会计算int类型的长度 然后 自动计算要分配的 空间的大小 我们也检查一下 它的 手分配成功 在使用完之后呢 在ci加中 使用delete 加个中国号 表示释放一段 连续的存置空间 然后把p 称为 na 使用new加两个中国号呢 是可以分配一段 连续的存置空间 但 对单个变量 申请空间呢 直接使用new加 你要分配的 这个变量的 类型 检查一下 有没有分配成功 释放的时候呢 直接用delete 释放掉就可以了 需要加中国号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 引用 引用呢 是ci加加对c的一个中央扩充 引用的作用 是为变量起一个别名 假如有一个变量A 我们想给它起另外一个别名 B呢 我们可以这样定义 进行一个A变量 给它负个值 如果我们想给它起一个B的别名呢 只要在定义B的时候 加一个暗的符号 这样B就成了A的别名 A和B呢都指向同一块内存 我们无论是对A或者B进行更改 都会导致这一块内存的值发生变化 比如说我们更改A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输出B 发现B的值也会变化 我们更改B 也发现A的值同时发生变化 因为它们都是指向一个区域的 另外呢 引用必须在定义的统数就初始化 在初始化之后呢 引用的值是不能再更改的 比如说B已经引用了A 就不能再引用其他的变量 引用的一个实用场景 就是应用在函数参数传递上 默认情况下 函数参数传递是按传值方式进行的 我们更改行餐 并不会对实餐造成影响 而在传引用的时候呢 行餐是实餐的别名 我们更改行餐 也会对实餐造成影响 这个呢我们会后面介绍 这里我们是简单提一下 最后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标准模板库 简称STL 它是Standard Template Library的缩写 这个库呢包含了很多有用的类 这些类都是经过充分测试 并且是十分高效的 使用它们呢我们不需要重新创建类 也不需要去测试 因为呢标准模板库的一些函数和类呢 是有一批非常优秀的程序员专家来实现的 他们高效并且稳定 有数据表明呢 它比99%的程序员写的代码都要高效 它提供的功能很多 我们后面会详细介绍 希望大家都能够熟悉对STL的使用 我们前面介绍的VectorStream 以及C2的类 都是在STL中实现的 好今天内容就这样 下一节呢我们将简单介绍 VS2010集成开放环境的一个使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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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